今天为您解读书是,控制谈话,副标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技巧,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沃斯是一位传奇人物,他为美国FBI服务了超过20年,负责国际绑架案谈判,从菲律宾到纽约,再到中东,沃斯接触过不少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,我发现很多经典谈判理论的出发点都是把谈判者看成一个理性的人,不会被情绪所左右,然后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流程,让双方按照流程一步步达成一致,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,绑匪往往会被情绪所左右,他们与谈判者的沟通也大多是不理智的,而不是按照常理出牌,有时候,绑架者情绪激动,连基本的对话都做不到,所以他想出了一套新的谈判策略,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这里,注意对方的情绪,引导对方和自己合作,利用这一招,卧室能安抚绑匪,放下武器投降,他甚至可以把赎金从十几万降到几千美元,不管是跟老板谈工作,讨价还价, 还是跟孩子一起睡觉,大部分的日常对话都是为了让对方满足我们的需求,同样的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,沃斯的谈判策略被世界顶级商学院和专业公司所认可,他任教于许多学校,如南加州大学,并邀请哈佛马省科技大学举办谈判讲座, 沃森也开设了一家专门为500强企业提供商业谈判建议的公司,本书全面介绍了沃斯的谈判策略,下面,我将分三部分来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,第一名,如何建立一种和谐,信任的关系,第二点,如何才能让对方心甘情愿的配合,第三点,如何在谈判的最后阶段进行,行,首先,我们来谈谈第一部分,如何建立一种和谐,信任的关系, N,谈话一开始,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,这会带来很多好处,它可以安抚对方,避免情绪激化矛盾,这时人们的防御力和抵触心理就会降低,更容易听取我们的意见并达成一致意见,它也可以使对方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,帮助我们更好地满足他人的分析,如何建立信任,本文介绍了四种方法,第一个方法是选择适当的声音,我们的语调,语调都会影响到对方的情绪,因此,说话 要注意声音的控制,作者并不建议我们用直接了当的语气说话,因为这样会给人一种你想要掌握主动权的感觉,而他为了摆脱控制,就会做出攻击,还有后面的谈话,他很抗拒,作者建议使用两种声音,第一类,积极和幽默的声音,这是谈话中最常用的一种声音,能够显示出积极的合作态度,为以后的交流打下基础,因此,当我们说话时,请保持轻松,微笑,让别人觉得你很好相处,第二类是 深夜广播主持人的声音,它的特点就是,语调缓慢柔和,给人一种冷静理智的感觉,当我们要提出意义的时候,这个声音就会出现,就像租房子一样,房东开出高价,你可以用这种口吻告诉他,这价钱对我来说太贵了,他能营造一种安心信任的氛围,而不会触动对方的防御心理,避免冲突,第二个建立信任的方法就是重复对方的话, 这背后的生理学原理叫做趋同行为,我们生来就害怕与别人不同,想要寻求相同的东西,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,我们强调我们与他人的共同点,举例来说,行李们走路的节奏都是一样的,朋友们在聚会上会同时点头或者交叉双腿,这是一种前台词,相信我,我们有一段时间了,这样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。 谈话时,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交流内容上,所以最简单的方法,就是重复对方最后一句话或者一句话中的关键字,这方法虽然简单,但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,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,他们让一群服务员在与客人交流时都说些赞美和肯定的话,比如,很好,好的,然后让另一组服务员在交流中重复客人的要求,结果显示,使用重复法的服务生平均多拿七成,顾客对他们的信任程度越高, 对他们的印象也就越好,再说一遍,也是有好处的,就是婉转的表示反对,做法是先用深夜广播的声音道歉,然后重复一遍,然后保持沉默,等待其他人的反应,这是一种传递,是的,请帮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再听一遍。 一般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重新组织语言来表达,在此过程中,他们将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,发现问题所在,做出改变,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提出反对意见,让对方产生抵触心理。 例如,我想买辆旧汽车,车主爆出了15万的价格,从车况和市价来看,这个价格明显偏高,这时我才能慢慢说,抱歉,15万。 面对这句话,车主的反应很自然,他要给出15万的具体理由,可能是考虑了一下,觉得理由不够充分,才提出降价的。 第三个建立信任的方法就是使用策略同理,意思就是要了解别人的情绪和思想,并且利用这种理解来影响他人的沟通,这里把同情心和同情心区分开来,同意对方的观点和观点,站在对方的立场上,同理,先就是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,而不是去认同对方。 面对恐怖分子,谈派人员不需要同情他们,但是需要理解对方的恐惧和渴望,使用同情心的谈话方式被称为标记,一共有三个步骤,观察情绪状态,我们可以通过说话的语调和身体语言来推测对方的情绪和思想,比如,我问某人,你与家人的关系如何,对方一边说着,一边撇了撇嘴,我能知道,他与家人相处得并不容下,就像我问别人对某人的看法一样,他冷冷地回答,那我猜他们之间肯定发生过冲突。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表达这些情绪的想法,再说一遍,开头可以加一句推论,比如,看起来你在为未来的生活担忧,听起来你跟家人关系不好,这些猜想式的用词可以鼓励对方提供更多的反馈,更何况,如果对方不答应,那我们就有个台阶下了,我的意思不是说,事实就是如此,我的意思是,好像是这样。 最后,第三步是保持安静,我们把自己的推测讲完了,便闭口不言了,仔细听着对方的反应,这样可以使别人感觉到我们对你的尊重、信任,并提供更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,人人都渴望得到理解。 通过表达对方的情感和想法,集中注意力倾听,我们很快就会赢得信任,建立起和谐的关系,而且,标入,也是一种神奇的能力,它能削弱负面情绪,巩固正面情绪,生气的时候,如果我们能理解它的愤怒,它的怒气就会明显减少。 当它高兴的时候,如果我们把它的情绪准确地标注出来,它会更加快乐,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变化,都能帮助你更好的进行交流。 第四种建立信任的方法,通过总结,让对方说出来,你是对的。 作者认为,在谈判过程中,听到对方说,你是对的,这是一个里程碑,标志着当对方发自内心的信任你的时候,很多分析都会迎刃而解,要想让别人说你是对的,就需要使用前面提到的所有方法。 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声音,重复对方的话,保持适当的沉默,但是这还不够,我们还要用到另一个技巧,那就是总结,小结由一和标注两部分组成,解释一下,第一个含义,是一种比重复更复杂的技巧,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,重新组织对方的观点,使之有条不紊,不仅要提到对方观点的各个方面,还要保证理解正确,比方说,员工找老板谈工资的事,那么,老板要做的事情,可能会涉及到员工对家, 同事关系,家庭压力等方方面面的看法,事业之后,我们要做的就是标记,表达出隐藏在观点背后的情绪,如果员工认为,他在公司工作多年,经常加班,工资却没有涨,那么,他的情绪就是这样,冤枉啊。 因此,一个好的总结就是,要同时了解别人的观点和情绪,一旦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,对方会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,你是对的,就当我们是自己人吧,他相信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,自然更容易达成共识。 在此,对第一部分的观点进行总结,谈话开始了,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种和谐,信任的关系,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声音,重复对方的话语,表达对方的情绪和想法,通过总结获得信任,营造良好的谈话氛围。 接下来是第二个环节,那么,在具体的谈话中,如何引导对方主动配合,达成目标,任何一次谈话都需要对方主动参与才能达到目的,如果只有一个人说话,那就不是命令了,但是人们很容易在谈话中过分的自我忠心,并希望能控制整个局面,只要别人乖乖听话就行了,这样反而会让对方产生抵触心理,导致谈话失败。 所以,高明的对话方式,就是让对方觉得自己占据了上风,实际上却是我们在引导他配合,满足我们的要求,该怎么做呢? 本文介绍了两种方法,第一个办法就是让对方拒绝,在很多人心中,不要消极,要尽量避免流行的谈话理论,我们将努力使对方同意,一系列的积累,最终,他还是会同意的,比如销售人员上门推销净水器,问吧,您希望您的家人身体健康吗? 您希望和尚喝不到化学味的水吗?面对这些问题,正常人的回答,是啊,销售人员,希望通过这些事情,来说服我们购买净水器,但是作者认为这种想法太自以为是了,完全没有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,消费者怎么可能看不出销售人员的心思? 人们在面对这种诱导性问题时,本能的会产生怀疑,认为销售是为了欺骗自己去购买不需要的产品,有了这样的防御力,想要达成交易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再说了,别人说了也没用,因为在谈话中存在着三种类型,每一种意义都不一样,第一类是伪善,这种事,就是为了敷衍,他真正想说的,不是为了避免麻烦,而是为了避免麻烦。 例如,小王去手机店买手机,一个近的说,这款手机功能多,功能全面,性价比高,但小王对这款手机一点兴趣都没有,因为说不就意味着要反驳销售人员的观点,与其说是敷衍,不如说是敷衍。 第二种叫肯定是什么,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,对于一些是非分明的问题,净水器的销量就是这样,第三种是,他答应了,这就意味着,真正的交易就是一种承诺,这就是了,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达成合作。 简单粗暴地引导对方说,只有前两个是,这些人都是废物,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第三类承诺,怎么弄,方法是让对方说不,为什么允许别人说不而得到承诺呢?原因有二,首先,每一个人,都渴望拥有一种掌控感,当你给别人机会说不时,他们就会觉得你控制了他们,这样他们就会放松警惕,更加积极地考虑你的建议。 其次,当某人说不定期时,他会感到有责任进一步解释或采取行动,这样,我们就可以挖掘出对方的真实需求,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,从而达到目标,就拿手机来说吧,要是小王回答了,没有,这种手机我用不着,那就问销售吧,请问您需要哪种手机? 因为小王拒绝了,所以,他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回应,说明自己的需求,这样一来,售货员就可以给小王推荐一部合适的手机,所以,这并不是谈话的终点,而是谈话的开始,怎样才能让别人说不呢? 作者提出三点建议,第一条建议就是要改变这个问题,让布施最有可能的答案,就像我和朋友一样,你觉得猪肉的价格太高了吗? 他大概会说,我还可以换个问题,如果你认为猪肉的价格太便宜了,他肯定会拒绝,第二条忠告,是错误的,表达自己的情绪,表达自己的想法,比如,别人明明有兴趣做这份工作,我们也可以说,看来你要放弃这份工作了,这样,他肯定会说不,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解释,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行谈判了。 第三条建议就是,我们可以问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,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,就等于说,他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,好了,现在我给你介绍了第一种,引导对方配合谈话的方法,允许对方拒绝,我们再谈第二种办法,提出校准问题,叫校对,准备充分,校准问题指的是什么,如何或如何提出关键字的问题,比方说,我怎么确定你付了钱,你就放了人质,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那份工作, 什么原因使您认为价格不合理,校准问题并不是唯一的答案,无法使用是或不简单的回应,对方需要自己思考,才能给出答案,非常重要的谈话工具有两个好处,第一,校准问题可以使对方主动满足我们的要求,比如绑架事件,这是为了确认人质的身份,一般都是通过电话,或者问一些只有人质才知道的问题,等绑匪问完人质,再告诉我们,但不管怎么说,这都是一个问题,一旦绑匪满足了我们的要求, 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欠了他们一个人情,然后他们就会提出要求,那样的话,我们就被动了,照他说的办,肯定不是什么好事,如果不答应,反而会激怒绑匪,导致谈判陷入僵局,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,是利用标定问题确认人质的安全,我们没有要求绑匪做任何事情,问吧,我怎么知道他还活着,接着,绑匪自然会给出解决办法,最多也就是让人质多说几句话,如此一来,这就是我们的目的, 因为这个方案是绑匪提出来的,我们接受方案,那么绑匪就会有一种掌控局面的感觉,我们是服从命令,不欠人情,这就是校准问题的神奇之处,这是一种示弱的姿态,让对方有一种掌控一切的感觉,但实际上,他得出了我们想要的结论,我们才是对话的主导者,第二个好处是校准问题,就是他可以让你发表不同的意见, 却不能让别人反驳,人们在谈话中,经常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发生冲突,用标定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,可以避免冲突,作者的一个客户开办了一家专门为大型企业提供公关服务的公司,但是大型企业经常拖延付款,使其经营陷入困境,每一次,他都会去催促,大姐就会告诉他,后面还有很多生意上的暗示,让他以后能拿到一大笔钱, 然后继续拖延,作者把一种方法交给这位顾客,下一次大姐找他安排新工作的时候,他总结了一下自己现在缺钱的情况,然后提出了校准的问题,我该怎么办,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,告诉我,你是对的,对不起,并且告诉他,公司正在处理一些内部的问题,承诺48小时内付款,如果他直接告诉对方,你们逼我没有收入,那我就辞职,结果可能没有那么好,人都是感性动物, 就算这个反对意见合情合理,也有可能激起对方的抵触心理,引发冲突,不仅不能及时收到欠款,还可能影响以后的合作,而校准问题则能消除不同意见的攻击性,引导对方自己思考,发现问题所在,这样才能建立合作关系,共同解决问题,作者指出,除了引导对方配合交谈,校准问题,还有其他用途,比方说,通过标定问题,我们可以找出影响谈判的外部因素, 有一次,作者和一家公司谈合作伙伴的事,对方的CEO和人事部的负责人都同意了,不过,就在他准备签合同的时候,因为需要培训的部门领导否决了这次合作,所以这次的合作也就泡汤了,这是很常见的事情,我们以为可以说服自己的谈判对象,没想到,竟然还有人在暗中影响谈判, 但,校准问题能在谈判中发现这些外部因素,这个决定会影响到其他人吗?其他公司将如何看待这次合作?如果作者问这些问题,CEO说不定还会拉着部门领导一起谈判,避免合作失败,而且,标准问题也可以确保顺利执行谈判结果,很多时候,谈判过程非常顺利,但实际执行起来却是糟糕透顶, 比如,就算签了装修合同,施工队也会偷工减料,或者拖延工期,为了避免执行拖后腿,我们在谈判阶段,如何保证执行过程中不出现任何问题,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了问题,我们该如何处理,这样的话,对方就能给出解决方案,保证他们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,同时,这个计划也是他提出来的,对方会加倍努力,保证质量,好吧,对第二部分的观点进行总结, 谈话的时候,引导对方主动配合的方法有两种,第一个办法,就是让他说不,让他有一种掌控感,让他说出自己真正的需求,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问题的表述来做错误的标注,并询问你不想要的东西,第二个途径是,校准问题,这样才能让对方满足我们的要求,避免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冲突,校准问题也可以发现外部因素,确保谈判结果顺利执行,讲完建立信任,引导谈话,所以,下面的第三部分我们来说, 来谈谈最终价格的确定,很多时候,从购物到面试,我们的谈话都是为了得到一个满意的价格,作者着重介绍了阿克曼砍价法,以便尽可能的压低对方的报价,麦克·阿克曼发明了这一方法,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,专门负责设计绑架事件砍价方案,砍价经验非常丰富,他设计了一套适合各种需要讨价还价的场合,阿克曼砍价法共分六个步骤,下面我将一一介绍,第一步是确定目标价格,比方说, 你想租一套公寓,房租预算为每月两千元,这是属于你的,目标价,第二步,你的第一个出价是目标价,百分之六十五,如果房东的报价是两千三百元,那就从两千块开始吧,一千三百块钱,如此极端的砍价,十有八九是行不通的,但是,首先你需要的是一个惊人的低价,又到了对方施展底牌的时候了,很多没有经验的人,看到这么低的价格都会说不行,太低了, 我的底价是二千二百元,这样,你就能知道对方的心理价位了,第三步是准备三分逐步增加的报价,分别是百分之八千五百点九五和百分之一百,既然对方不愿意出百分之六十五的价格,那就只能加价了,关键是每次加价幅度都是递减的,比如从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五是百分之二十, 从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五点五只增加百分之十,这会给对方一种心理上的暗示,让对方觉得他再一步步压榨你,三百块钱,就这么定了,对方只会认为你已经到了极限,这会给他一种满足感,从而接受报价,当然,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把报价降到两千元以内,这需要第四步的配合,在每次加价前充分利用各种方法建立信任,引导对方进行合作,你可以把对方对方的感觉和想法写出来,告诉他们你了解 解房子的位置和交通条件,又或者是提出了校准的问题,比方说,我刚从大学毕业,收入不高,如果按你的报价租房子的话,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,怎么办,一番交流之后,对方多多少少会松口,同意降价,到时候,你就可以报出一个新的价格,以示诚意,下面的第五部分是一个精确的非整数,给出了最终数字,最终目标价为两千元,那最后报价的时候,你就可以了,一千九百六十五元,这样的零件, 头和整的报价会让对方觉得,这是你经过深思熟虑和精确计算后的底线,心理上更容易接受,如果对方还是拒绝接受,只剩下第六步了,这是一种不需要金钱的条件,比如,给对方送一份新的礼物,或者帮对方打扫房间,这样才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报价,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是有效的,作者的一位学生,因此把房租从两千一百美元,变成了一千八百二十九美元, 这套方法主要是为了讨价还价,如果你想提高价格,比如公司问题,价格越高,价格越高,那就得用不同的方式,作者建议,结婚的时候不要给出具体的价格,而应该给出一个范围,并且设定下限作为目标报价, 假设你的年薪是二十万,他完全可以告诉对方,在其他公司,这个职位年薪在二十万到二十五万之间,对方听到了你的话,下意识的,他们会把价格降到二十万左右,然后,在这个范围内,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报价,比如,先建立信任关系,然后再谈新的价格,主动降价的幅度越小越好,具体比例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,最终报价为灵活整,如果对方不愿意提高报价, 你可以提出一些非金钱条件,比如,延长年价或者额外福利,这样的话,一般都能卖到二十万以上,好吧,对第三部分的观点进行总结,在最后谈判阶段,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压低对方的报价,那就用阿克曼砍价法吧,设定目标价格,然后从百分之六数开始逐步降低,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对手的实力,如果你的目标是达成一个很高的价格,那就开始吧,可以报价格区间,把目标价格设定为下限, 然后再次范围内一架,至此,掌控谈话的介绍已经接近尾声,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全球的主要问题,情绪在谈话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通过引导对方的情绪,我们就能建立起信任,使对方主动配合,最终达到理想的效果。 谈话开始时,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声音,并重复对方所说的话,将对方的情绪和想法标注出来,通过总结消除对方的抵触心理,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。 下一步,我们会让对方说不,然后提出调整问题,引导对方主动合作,使谈话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,而且,校准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外部因素,确保顺利执行谈判结果。 最后报价阶段,我们可以用一起价的方法把对方的报价压低,如果你想提高你的报价,一开始我们可以报价格区间,在这个范围内提高报价。 行,这本书将会为你解读到这里,请听录音,请听录音,明天见。